魏无羡三两下蹦下石床 取出陈情 吹了几个吊子 命令众鬼全力搜索齐皇一脉的下落 保护好他们 他在意的从来不是这副皮囊 但若有机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他也是愿意的 金丹已经给出去了 便不可能再拿回 一颗金丹全当 还了云梦江式的恩情 往后余生 便不再相见 井水不犯河水 无法再挣到灯顶 再也拿不起仙剑 与蓝湛畅快淋漓的比一场 他是有遗憾 甚至还感叹过命运待他不公 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怪不得旁人 现在他不过一枯木 枯木能否再迎春 他不知 但总算有了希望 蓝湛 你愿意陪我一起吗 魏无羡明明心里清楚 蓝忘机会答应 可还是问得小心翼翼 好 蓝忘机就这样注视着他 嘴角轻轻往上扬 少年谋中的星辰 在缓慢恢复 他愿意陪他等待 星星之火成燎原之事 这几日 魏无羡哪也没去 就待在乱葬岗上养伤 而蓝忘机则两边跑 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亦获翻查古籍 每天不管多晚 总要到乱葬岗上 看一眼魏无羡 确保他无事才安心 一两次还好 久了蓝溪尘 也发现了自家弟弟的异样 却也没说什么 只是嘱咐他一路小心 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找他 他和整个蓝室 都是他的后盾 也因这几日 魏无羡没有出现 摄日之争也到了平景期 云梦久攻不下 尽管之前 江婉淫珠沙温潮 士气大阵 也无法阻止此时士气低迷 更有人路过江婉淫的营帐时 总能听到里面摔东西的声音 以及他辱骂自己师兄的脏言脏语 久而久之 魏无羡被温潮 推入乱葬岗 遭万鬼誓咬而死的消息 传遍百家 前两日 也不知是何缘故 蓝氏撤了队江氏的援助 杭光军什么地方 都愿前往支援 唯独不再踏入江氏的战场 对此 百家里也是众说纷纭 却没有一个猜到正确答案 云梦江氏实力一再减弱 也没有什么散修愿意加入 之前招收的弟子 也有一些生了退出的心思 与其耗死在一个空有名头的江氏 不如另谋高救 云梦江氏颓势一显 江婉淫脾气也越发暴躁 动不动就用紫电抽打弟子 江雁离什么都不会 只会端一碗莲藕排骨汤 安慰一下自己的弟弟 云梦弟子也不是个个都是孤身一人 有一大堆是在自己父母呵护下成长的 怎忍受得了江婉淫这般打骂 很快百家中就开始传起 当初江婉淫如何得罪老者 导致摄日之争久攻不下 百家自然咽不下这口气 摄日之争本就难打 好不容易有个前辈愿意协助他们 帮他们轻易赢得胜利 结果倒好 江婉淫把人家得罪了个透 还连累他们 这段日子不知他们损失了多少人力 这边他们如何也影响不到 魏无羡的好心情 就在刚刚 他得到齐皇一脉的消息 打算等蓝忘机回来 就一同出发去找温情 蓝忘机翻阅着古籍 波澜不惊的面容出现了丝一样 注视着那些内容 目光愈来愈冷 心脏密密麻麻地向万蚁啃咬 巫族的诅咒 青年变老年 永绝六道 诅咒一旦开始 三月而衰 六月而弱 九月而亡 然他翻遍古籍 也没有找到破解之法 这让他很挫败 挫败的同时又有一些庆幸 魏无羡从前不曾与巫族的人接触过 而巫族也早在百年前就已被灭绝了 蓝忘机正准备回乱葬岗 正巧遇上找他有事的蓝西辰 兄长 忘机这是又要出去 是 那倒是赶巧了 前些日子你托我找的齐皇一脉 已有了消息 在何处 蓝忘机问的有些迫切 倒是让蓝西辰有些惊讶 可转而易想 又是在正常不过了 能引起他弟弟情绪波动如此明显的 除了魏公子一人外 他实在想不出第二人 忘机 你打听齐皇一脉的下落 可是因为魏公子还在人世 蓝忘机不会说谎 也明白魏无羡不想其他人 知道他还没死的消息 可蓝西辰不是外人是他的兄长 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做 蓝西辰拍了拍蓝忘机的肩部 温和地笑了笑 道 不想说便不说 就在此时 蓝忘机身上 魏无羡给他的通讯叠闪了闪 蓝忘机采取出 就传来魏无羡略带激动的声音 蓝湛蓝湛 我知道温情在哪儿了 你在哪儿 算了 你站在原地别动 我直接过去找你 话音刚落 魏无羡就出现在两兄弟面前 前 前辈 蓝西辰难得失了态 笑容停滞在脸上 百家满世界地在找他老人家 结果自己的弟弟与这位老前辈联系频繁 偏偏还不告诉百家 这是前辈的意思 还是因为魏公子 蓝西辰更趋于后者 毕竟魏公子的死讯便是从这位前辈身上传开的 到底魏公子是生是死还未可知 魏无羡尴尬地绕绕笔梁 则无君也在啊 刚刚听前辈的意思是要找温辽主 是 是啊 我就不打扰了 蓝杖我们走 兄长 旺姬先行告退 这前辈的性子倒与魏公子颇为相似 若不是魏公子还没有消息 他都要以为 这前辈是魏公子调皮假扮的 就是为了逗旺姬 但这也让他确信 他们找温情 就是为了魏无羡 这也变相地说明魏无羡还活着 只是状况可能不太好 蓝西辰本想告诉姜婉淫 但一想到她的态度 轻轻摇了摇头 漫步走回自己的营帐 这或许就是旺姬和前辈隐瞒的原因了吧 将是不可教 魏无羡兰旺姬敢慢赶 终于在金氏下手之前 将齐皇一脉就出 暂时安顿在彩衣镇上 蓝启仁得知这一消息 便想拜会一下这位老前辈 为他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但被蓝旺姬拒绝了 蓝启仁不觉有意 只让他们注意保留证据 日后总会用到 免得一些狼子野心之人 以此发难 温情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会是之前求着他剖单的魏无羡 温情 手 魏无羡乖乖乖伸出手 给温情把脉 而蓝旺姬就站在一旁看着 却比魏无羡本人还紧张 把脉结束 温情微皱着眉 问道 魏无羡 你这情况多久了 魏无羡 好像有半年之久了 蓝旺姬一惊 下意识地握紧 魏无羡的手臂 六月而弱 魏无羡 因为之前 温情看了蓝旺姬一眼 转而道 之前没有好好治疗 就被丢入那个鬼地方 你现在还活着 就万幸了 至于你这情况 不是因为 你修习鬼道的缘故 更像是巫族的诅咒 你体内的怨气 与诅咒相互抗衡 将这摔的时间延长了 什么时候 进入弱的阶段还不清楚 解决诅咒的方法 我再找找 但到底还是要追本溯源 温情 你什么时候 接触过巫族的人 魏无羡 这个 可能是在乱葬岗 接触到的 但那个女鬼姐姐 已经没了 魏无羡仍记得 刚被扔入乱葬岗时 只剩下一口气 遇到一女鬼 那女鬼 不允许其他东西靠近她 却每时每刻折磨着她 看她的眼神 就像在看什么 傅新郎一样 她当时万念俱灰 报仇是她撑下去的唯一动力 拼尽所有 将女鬼打散 那女鬼消散前 歇斯接底地吼叫 女鬼 我诅咒你 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那眼神她至今难忘 犹如飞蛾扑火 明知会死 却毅然决然地前往 那一晚 一个女子为情所困 因为一个薄情郎 累死犬族 满腔愤懑 总化为厉鬼 报仇血恨 却因为仇恨 蒙蔽了双眼 认为所有男子都一个样 所有掉入乱葬岗的男子 都难逃她魔掌 醒来后 魏无羡才明白 为何她时刻都记得那女鬼的眼神 因为诅咒过后 是解放 也是在那一天 她开始慢慢老去 却从来没有往女鬼身上想 现在她知道了 却依旧没有半点仇恨那女鬼的意思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小时候 她在云梦码头玩耍 是听一个老人说过巫族的故事 现在 那故事的内容早忘光了 却记得那老人摸着笛子上的挂坠 似乎通过他在挂念着什么人 爱无界 温情咬咬牙 先把你体内的怨气疏通 后续再观察 魏无羡点点头 转而对着蓝望击倒 蓝湛 我想喝天子笑 温情笑了笑 取出银针 银针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治疗期间 尽酒尽辛辣 杀人了